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3,50是收报这个2,928点跌1.57% 穿越板纸是跌近3% 那么收报1,669 那么今天这个两市成交是扩大到这个回升到这个7,330多亿 那么可以说呢 今天这个表现的是一个放量的一个下跌 那么预示的这个调整已经是开始了 那么港字方面呢 今天净流出12亿 那么这个流出呢不是特别大 但是呢 4月份以来的这个港字呢 整体还是呈现出一个净流出的表现 那么可能跟这个昨天香港证监会啊 对这个一个在香港的一家内资银行呢 进行了一个调查发现了这个内资啊 内地的一个一些资金呢 可能是反而透过香港这边的一些这个金融机构啊 做这个股权方面的一个质押 而重新的绕到回这个内地市场上面 那么涉及到很多这个复杂的结构性的一些产品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 近期这个港字方面的表现呢 是可能会受到这一方面的一个影响 那么两种预额呢是保持在9800亿的一个左右 好 那么今天这个商大指数开启这个调整 好 那么大小指数呢都是这个全面向下 那么跌停了80加 那盘中的一个比较立蛋的消息啊 比较立蛋的一些数据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美元指数呢 是又再次创下了这个近期的一个新高 那么尽管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呢 是在一个箱体震荡里面 但是美元的一个不断走强呢 让这个市场啊看到了一种这个莫名的啊 这个避险情绪呢在啊这个快速上行 那么下午的时候呢 这个内地的一个国债也是抽身啊 那么啊资金是啊反映了一个非常这个强烈的一个避险的一个预期 那么当然跟这个今天旁中啊 央行早上的一些会议啊 透露出来的一些信号有关啊 那么是对于单前的一个货币政策是啊 偏一个中性啊 那么并没有符合之前啊市场对于这个进一步放水的一个期待 那么户指线的一个调整是逼近了下方的一个缺口啊 大概在这个3100点的附近 那么今天呢全部的一个行业是下跌 那么领跌的板块呢是计算机煤炭汽车啊 传媒国防军工以及这个基础化工 领跌的概念呢海运啊化工这个电脑意见 重型机械以及环保指数 好那么短期那么近期要关注的仍然是在流动性方面 好那么流断性的从啊这个银行间的一个回公利率来看的话呢 呃是在一个呃偏向于这个中性宽松啊 并没有说这个进一步的一个收紧 那么企业盈利这块呢是当前这个最大的一个不确定性 好那么这个4月份啊快结束了 那么很多这个近期的一些啊公司的业绩啊会出来啊 那么一般呢在比较靠后时间公布出来预告啊业绩的一些这个企业啊 基本上业绩呢也不会有太好的表现啊 所以这一块呢容易形成这个雷区啊 也是需要这个大家警惕的一点 那么另外呢这个中美啊 啊后面的一个贸易谈判呢然是这个短期关注的一个重点 那简单来回顾一下昨天的一个这个话题啊 那么昨天呢是跟啊跟大家聊到这个老乡别走啊 还是这个行情继续 那么昨天给出的观点呢是认为这个市场的一个预期啊正在快速收敛 那么后面呢偏向于这个调整啊 那么啊今天的这个调整也是开启了并且呢下跌幅度有点大 啊那么再简单来回顾一下昨天的这个这个看法 啊那么呃近期呢这个4月份以来整个户指啊都是在这个啊 这个3170点到这个3300点之间的一个啊载幅的一个箱体震荡 那么震荡的同时呢大家可以看到左边的一个量啊是在啊不断的一个缩小啊 啊那么预示的市场的一个预期正在这个收敛啊 啊那么方向呢是需要这个抉择 那么呃这个背后呢主要是因为流动性的一个降温啊啊 啊那么呃看到这个市场啊所冲情的冲紧的一个杠杆牛啊 啊很快呢被这个正啊被这个管理层给抑制住啊 啊所以呢在获率啊比较大的情况之下呢又没有新的一个向上的利好因素啊 那么一些获利资金呢在主力基金的一个领导之下呢是啊开始出现了一个退场 那么另外呢这个啊大小分化大小指数分化也比较严重啊 那么呃题材呢在今天也没能接力上 那么后面呢可能要接力也是啊这个需要比较大的一个资金啊进场 那么资金这一块呢又看到这个内地股基第一季第一阶段这股股票型的积极仓位呢已经超过这个百分之八八 那么百分之八八的一个这个股基仓位呢一般又是这个所谓的啊这个魔咒啊 那么意味着后面增量资金在短线来看的话呢比较有限啊 那么也是形成比较大的一个压力 那么今天呢啊延续了昨天话题啊那么暴跌来了啊怎么应对 那么可以看到呢在这个昨天以前的一个箱体啊区间呢 在今天一个这个光头光脚这个阴柱下来之后呢已经砸穿了这个啊震荡的一个区间 并且呢量呢是进一步的一个缩小啊 那么离下方这个3100点左右的一个缺口位置也是非常的一个接近了啊 那么正常来说呢这个明天明天的话呢啊向下这个回补缺口的一个机会也是比较大的啊 那么啊如果能够重新回到这个箱体上沿的话呢啊那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啊资金又这个倒追回来啊 那么这个要看啊五十五十的一个几率但是现在向下的一个啊可能性要更大一些 那么在这个暴跌来了之后呢我们要怎么应对呢 那么呃我的观点呢是要进一步啊去去去这个精选一些这个消费跟科技呢在啊这一轮下跌的过程里面呢去啊加紧这个部署 那么呃可以说这个年初到现在从2440点呢到3300点的过程啊这800点呢是从来没有进行一个啊 啊一个比较这个像样的调整的啊啊那么今天开启的调整呢个人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那么调整能够去到哪里呢那么向下3000亿到这个2800呢都会有一个啊向下拉的一个力量啊那么不一定会回到这些位置啊但是这两个位置呢是啊会对这个指数啊下拉形成一定的一个啊这个这个这个目标位置啊所以这两个关键的点位呢啊这两个附近的关键点位呢是啊大家在炒盘里面可以关注一下啊那么全年来看的话呢内地市场四大红利啊包括这个啊 啊这个资本市场的一个改革开放啊那么以及呢科创榜推出呢这个提振估值啊再加上呢这个降负减税啊带来这个盈利啊的一个支持以及呢啊现在这个整体还是框松黄金之下带来流动流动性支持啊这四大红利呢会在这个指数下面拖着啊拖趁拖着这个指数啊所以呢大几率这个调整之后我觉得有惊无险的概率更多一点那当然也要留意一下期间这个中美方面的一个谈判啊会不会有意义 一些这个啊往哪一个方向走会不会一些这个超预期的事情发生啊那么另外呢这个为什么要精选这个科技股呢因为这个科技板啊科上板的一个落地呢啊将会这个提升估值啊那么精选这个科技股啊我们去等待这个大维斯双基也就是呢这个盈利啊跟估值的一个双向提升带来的一个股价大涨那么这一块呢主要还是跟啊在这个集中在这个5G的一个产业链里面啊那么从这个原有的设备股 到下游的一个应用尤其是车联网啊包括这个工业互联网以及这个云计算呢啊都是我们后面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个板块 好那么这里啊拿这个图啊也就是说一下这个估值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因为盈利还没有全部公估出来啊这个估值呢是回到了这个5年的一个平均那么今天的一个下跌呢啊我觉得更大程度呢是跟流动性啊以及这个美元不断上涨诱发的避险资金在情绪面方面的一个啊抛压啊并不是这个基本面有 一个恶化的表现啊所以呢啊这意味着这个后面还是有一很大的一个机会这个时候呢啊从基本面来看的话呢没有什么好怕的啊更多的是这个调整的一个开始 那么另外呢简单再说一下这个板块啊那么昨天呢是云计算这个异动那么今天呢啊还是相对来说不要抗跌啊但是在尾盘的时候呢啊这个大盘水大盘这个没办法这个跌了下去 那么近期呢这个跟大盘表现不一样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云计算几数指数呢啊尽管说指数是在高位的一个横盘啊但今天呢啊似乎啊没有跌破啊这个箱体的一个空间 并且呢这个量的表现方面呢今天啊这个量呢并没有说最近的一个量啊是在这个放大的啊跟这个大盘的走势还不大一样啊那么说明这个这个板块近期呢还是比较受到资金方面的一个关注啊那么可能近期有一个调整啊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机会 那么首先呢这个云计算的一个基础设施啊需求方面啊将会增加尤其呢是工信部提到呢是啊对这个外资外国的一些云啊将会开放啊内地的这个云的一个计算啊这个市场啊那么会带来这个数据中心这个云计算服务器啊等等包括这一些这个无线通信设备的一个需求啊那么重点可以关注这个云服务器龙头啊浪潮信息啊以及相关的一些融进软件股 比如说这个光环新网啊宝信软件啊用油网络啊以及呢这个呃这这个呃设备方面的这个紫光股份啊等等这些都可以关注那么另外呢云计算也是未来啊5G概念炒作这个应用分啊这个啊炒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分支点啊那么这一块也是可以啊重点关注那么第三呢这个工信部现在正在底啊出台这个支持软件的一些政策啊那么啊不排除啊短期会有炒政策的一个预期 那么短线的一个估值啊会受到大盘影响但是呢中块中线的一个板块仍有比较不错的一个上涨空间 那么实际上呢现在板块的一个位置距离这个啊我们在牛市时候的高高点啊高位呢到现在啊实际上呢还有非常大的一个上涨空间啊所以这一块呢也是后面可以进一步关注 那么最后呢说一下这个航空板块啊那么航空板块呢自从这个周一的时候油价大涨呢就开始暴跌 与此同时呢美元指数也是不断的一个创新高带来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利空啊那么两大这个利空短线影响之下呢这个航空股啊后面怎么走 那么今天的国航是跌3.2南韩呢跌近2%那么东航呢跌近4%啊那么一些研究报告就指出啊这个中国国航啊这个东航呢是估值比较高 那么是这个把评级降为这个啊这个这个这个持有啊甚至这个卖出 那么不要看好这个南方南方航空啊那么是都啊给予了买住的评级 那么国航方面呢相对比较中性啊那么首先讲一下板块啊那么尽管说近期油价的一个上涨啊是受到这个美国对于伊朗方面制裁的一个影响 市场当心这个供给但是呢这个需求方面呢啊还是相较疲弱啊那么油价现在的一个位置仍然是预期之内啊所以呢暂时不用过度担心 那么美元强势呢是值得关注的啊尽管说呢今年市场大概率预计美元对人民币啊将会这个出现啊这个人民币会出现一个相对美元的一个啊升值 但是呢啊美元的一个强势啊让市场担心后面这个啊这个这个经济啊这个这个啊这个美国方面经济呢能不能啊在短期内呢这个会恢复一个增长啊带来的一个啊压力 当然了现在来看呢更多呢是倾向于这一种避险因素大一点啊所以这块呢要这个关注一下 那么另外呢这个汇兑损益呢目前是存在的一个比较强烈的一个预期差特别是全年来看 那么可能第一季度呢三大民行的一个业绩啊在这一块受到的提振比较有限啊因为去年也是相对高级数 但是呢全年来看的话呢还是比较大的一个啊有望受惠的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啊五月份的这个五一新的一个假啊假期这个集中放四天价的一个调整呢啊那么带来了一个忘记的一个催化 啊那么加上呢后面票价仍然有提升的一个预期啊以及呢近期这个波音啊这个停飞事件呢给啊把这个行业呢攻击方面呢带来一定程度的一个收缩啊利好这个客户率的一个提升 从而呢去做一个提价那么最后呢就是民航发展基金征收减半利好之前的一个消息呢也是比较利好啊三大行尤其是利好这个南发航空跟这个东发航空 那么上次航空股来看的话呢南发航空可能后面机会更大一点啊一方面呢是一个啊发展这个经济啊这个民航发展基金呢 征收减半利好的一个仓口比较大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啊估值也相对比较这个合理啊 以及呢在这个人民币对美元债方面的一个仓口是最大的一个啊那么有望收这个人民币啊这个升值呢 在今年带来的一个汇兑水一方面的一个修复改善啊的一个支持啊所以呢这个板块呢我觉得在近期呢也是能够成为比较好的一个关注类的一个板块啊 那么同时呢具有一定的一个消费属性啊符合呢啊前面的一个观点啊那么在这个暴跌之后呢重点关注科技跟消费啊两大这个板块 好那么上面提到各股呢没有持有那么明天节目里面呢我们再见